知名服装品牌H&M早前刊登一张广告 一名黑人男孩模特身穿连帽上衣 衣服正面写着丛林中最酷的猴子 广告出街后大批民众踏伐 有歧视黑人之嫌 H&M随后撤下广告并公开道歉 但是有人选择不买单 南非左翼政党经济自由战士 星期五号召上百名示威者 成群围攻当地几家商场的H&M分店 大肆破坏 除了推倒人体模型 还踢翻了衣架敲碎镜子 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接获头报之后 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把自示者赶出店面 但他们不罢休 依旧高喊口号宣泄不满 直到中午时分 示威人潮才慢慢离开 有报道指出 警方至今没有逮捕任何人 NTV7综合报道